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乐坛虽然没落 但是看音乐综艺的人还是非常多的 天赐的声音第三季开播 胡海权跟唐义合作 两人演唱歌曲初恋 周延跟吉克俊义合作问风 信跟唐义合作逛的方向 周深跟康姆诗乐队合作客不乐 胡彦斌跟西琳娜一高合作每天爱你都一些 五个舞台表演结束 经过声音鉴赏团的商议 周深 康姆诗乐队获得首期节目的推荐金曲 周深获得推荐金曲并不意外 他的声音空灵 永住的声音浑厚 两人的音乐风格不同 却在舞台上擦出火花 演唱客谷乐队获得观众好感 他们也获得首期节目的推荐金曲 而周深的一首《客谷乐空灵软软》的嗓音好像在诉说浩瀚宇宙的浪漫 唱伤情商 双一流的仙音让现场观众尖叫不断 掌声雷动 永远相信周百搭的实力 最强辅助成不期我 无论跟谁合作 周深都有办法呈现最完美的舞台 当然在节目上周深每次都是金曲频出 风趣有梗 有着极高的文化素养 走能斗的观众会心一笑 声音鉴赏团选出周深 也在很多观众的意料之中 但是他们在台上的犀利点评 却让歌手和观众感到别扭 天赐的声音首期节目播出后 声音鉴赏团就收到争议 有的网友表示 希望节目组不要靠毒舌提高节目热度 第三季还是这样 有一些无聊 除此之外 也有网友表示 希望剑音团能够被取消掉 前些天 胡彦斌在活动上 踏踏言 邀请周深出任天赐的声音常驻 音乐合伙人 这是一个和其明智的决定 周深真的是一个温柔又平和的男孩子 他的嗓音他的歌总是能够轻松抚平我的烦躁 如今自己换一个台 就是周深的歌曲 周深的声音 比如开端人世间再到现在的相逢时节 哈哈哈哈 接下来 胡彦斌透露 上次我还调侃周深 你的代表作是什么 对此 大家也是八卦 而胡彦斌表示 舞台上有孤独的歌唱者 有放飞的自我 千人有千面 每一个歌手的台风都不一定相同 只要观众喜欢的音乐 能够忍不住跟着亨迪音乐都可以称为代表作 最后还问我能不能帮他免费写一首代表作的音乐 哈哈哈哈 当然 周深足够火了 但是却也不够火 我们希望他能够在天词的声音制造一首真正的金曲 获得观众广泛认可的歌曲 小伙伴 对此你怎么看